歡迎收看二分級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你看我們的工作上難免會遇到一些突發的狀況 比如說今天好好的要來錄影 對不對 前面的時間延遲了 後面又有 那怎麼辦呢 那這個就是突發的狀況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像連環泡這樣 一直講一直講 連珠泡把它講完是不是 對啊 而且你看想想看今天的天氣 對不對 早上下大雨 下午又出大太陽 對不對 中午喊收工 下午又出大太陽就學說奇怪 那今天又沒拍 我跟妳講 這個天氣也是個突發狀況是不是 這對所有人工那個演藝圈來講 都是很多的因素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來探討一下啦 那當然我們首先要來歡迎 什麼棘手的狀況都難不倒他們 歡迎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來 歡迎 當然突發的狀況就讓他們去好了 歡迎我們聯合國型男 歡迎 根據調查 台灣年平均工作時數 高達2140.8小時 僅次於新加坡與香港 拍名全球第三 而這些外國型男來到台灣工作 也是一樣入境隨俗的勤勞嗎 要知道說哪些工作比較棘手的狀況 讓人家害怕 所以呢 我們做了一個板子 是的 我們來看一下 哪個工作緊急狀況 讓妳最害怕 我們先來看 第五你看好了 第五一點 工作臨時發生大變動 到底有多大變呢 請看VCR 我曾經有碰過就是已經約好了時間 然後我要出發的時候 他才突然打電話跟我說 臨時取消幹嘛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有一點困擾 因為已經出發 那你應該是知道有狀況 你應該可以更提前的跟我講 如果當初講好 就是要拍一些文藝連動畫片 或是影片之類的 他可能會再開拍前一兩天跟你改說 我想要改搖滾的 然後是什麼街坊 完全不相關的東西 就會造成我們大的困擾 就是客戶要求我 可能兩個禮拜以後才要交的事情 但他突然今天打給我說 不好意思 我今天就要拿到東西 哈囉 有事嗎 其實我還會分白眼嗎 對 而且他的意思就是說 怎麼會是這樣 你應該會很開心喔 開心的人今天沒有來 但是我們這種演藝圈也常碰到 明明就已經訂完妝了 對 然後你把後面的工作全都推掉 他也說你是女主角 訂完妝囉 明天要開拍囉 今天突然跟你說不好意思 我們那個戲延後了 而且是無限期延後 這個還滿常發生 也有可能說跟你講 無限期延後對不對 過兩個月 他們請殺青酒了 這也滿常發生的 就是換人了 對 不好意思 明講 街戲的造型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人是戲劇系畢業 所以我會很堅持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個角色是一個 孤苦無依的這個少女 那她就要孤苦無依 穿破破的衣服 如果她今天是夢幻的那個 千金小姐就要穿像 我就很要求要按著劇本走 但是因為現在演員們 都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我曾經碰過一個女演員 她覺得她頭型不好 所以她堅持她任何的髮型 後面都要輸這麼高 後面不要變 所以她都是用後腦勺在演戲 沒有 她覺得有後腦勺才有安全感 有後腦勺所有的造型才完整 所以那一次我們在定狀的時候 大家就是拉扯很久 因為她的角色是一個賣面的阿桑 賣面喔 然後頭都賣面 對 她很堅持 她的衣服就是一件白色 而且我們還要把它作舊 就是像穿過2000次的白T恤 然後一件破破牛仔褲 但她頭要這麼高 貴婦的頭 然後配阿桑的衣服 對 她就是很堅持 那當然通常 我們就是你知道我們服務業 就是客人想要怎麼樣 我們就盡量滿足她 我想說頭不一定會拍到 好吧 你要貴婦頭 就給你貴婦頭 我們就讓她這樣子頂一個大頭 但是大概拍了三天吧 我突然又被臨時Cue回去 就是當天早上的班機去 下午回來 去解決她的頭 因為導演怎麼看都覺得 你怎麼可以是一個這麼大顆的頭 跟角色不組合 在主面 對 然後我就去花了兩個小時 跟她喝咖啡小以大意 重拍 對 那顆頭真的太大 但是你想 這種工作臨時發生變動 真的很煩耶 馬丁之前在上班 有碰過這樣的狀況嗎 有啦 一定會有的 之前 因為上班的時候 我是我們是做衣服的 大量衣服 對啊 以前就是大量的 就是由工廠做大量的衣服 那有一次 就是大概下班的前五分鐘的時候 那突然就是有來一批貨啊 就是我們的樣衣是要給客戶的 發現說 這些衣服的洗標全部工廠都是 把全部的洗標都是做錯的 那因為這些衣服都是明天一大早 就是要給客戶的 那現在就發現說 全部都是錯了 就不能給 那時候老闆就突然說 馬上跟我們說 就這一部門 就大家都是要把這些洗標都剪掉 那因為這些洗標 剪掉是滿麻煩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不能剪到線 可是要把全個洗標都弄掉 其實一件衣服都要花很長的時間 所以駕班不算了 我們駕班了好幾個小時後 我們還剩下 他就說 每一個人要帶一批衣服 回家在家裡弄這些 因為不然就是 來不及給客戶的就行 因為洗標通常都藏在很隱密的地方 然後都特別難猜 是 不光是那個手工不是要弄多久 沒有 因為如果你剪到線 只要你一碰到那個線 那個線就可以全個都拉掉 然後全部都會裂開 對 那因為這樣子 我本來我晚上事情 已經跟很多朋友約了 我們有一個生日趴我要去了 那個根本就不能去了嘛 所以馬丁整個故事告訴我們 也不是 不是這樣子 我的重點是說 因為不一樣的是 如果這個是在瑞典發生 第一個 一定有的 而且加班費在國外 我們通常都是 一般的薪水的可能兩三倍 那這個就不算了 第二個 老闆一定會經過我們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那他就會去找別的方式 所以可以拒絕的 我們是可以的 我們是有這種權利 所以你剛剛講的 故事是發生在台灣 這個是在台灣 對 所以他現在整體就是告訴大家 台灣的老闆 不會問過員工同不同的 對 並且不會給加班 還要你帶回去繼續做 很多老闆 辛苦 那今天有個新朋友 我們 浴室 浴室 浴室嗎 浴室 浴室 我也是以前 那個是在半導體公司上班 然後那個公司是在日本總公司 然後公司派到 中國大陸的那個海外業務部門 那曾經有個客戶呢 算錯時間的關係 那那個 就是本來的預計 就是今天從香港倉庫 拿貨 出貨 到明天 下午到中國就可以 可是客戶搞錯時間的關係 就隔天 一大早五點 五點起來 然後坐車 從東莞 我那時候是住在東莞 然後從東莞出去 然後過海關到香港 然後香港那邊有倉庫 然後就拿那個零件 然後再回 趕回來 一樣的順序來回來 對 回到客戶那邊 中午前一定要到 然後大概 對 那時候好緊張 好厲害 好壓力喔 對 他還有空關從香港 對啊 我大概是三、四、四歲 開始大工 所以那時候你還念心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老闆會用膩 就是他會就是 叫你做一些事情 然後我以前在一個公司工作 他們會安排 帶我去一些大買廠 做一些公司 像如果有新的橄欖牛 新的巧克力 我會去那邊 要給客人吃吃看 吃吃吃看 然後有一次 他帶我去一個 比較向下的 超市 那個超市 然後本來是一個 新的巧克力 那到那邊那個老闆 突然跟我說 我們今天沒有安排 那你今天要去那個海鮮 賣那個海鮮 我說對不起 我公司送我這裡 買那個巧克力 我說 對... 可是那個巧克力 我們沒有準備 所以你今天你要去那個海鮮 賣那個魚什麼的 不要的話你就會講 天啊 這樣很驕傲跟我說 那我哪時候 我比較怕他會告訴我公司 我不想工作 所以我說 好那我 我需要那個錢啊 我就去工作吧 然後你知道 我在那個海鮮 我不知道怎麼做啊 然後我說好 那個老闆真的很 很討厭他 就一張天 因為那時候是快聖誕節 所以每個客人說 你好 你好 歡迎觀念我們的聖誕節活動 然後我說 要龍蝦嗎 買一隻龍蝦 送你一隻 然後一張天 都會給客人很多很多龍蝦 那個嚇人啊 魚什麼的 所以客人都很開心 因為反正我在那邊 只有一天 後來我不想回去 所以我說 好 就可以回家了 很開心 後來有領到薪水嗎 有 因為那個老闆不會發現啊 哇 太棒了 哇塞 對啊 我們來看第四點是什麼 第四點 老闆突然要求特別任務 對 已經安排好休假 要有活動的話 突然加班的話 就會造成 我們的活動的延誤 老闆會突然交代說 他要訂他可能下班之後的 自己的私人的行程的餐廳 等等的 那我就要去升個位子給他 因為如果說 可能老闆今天突然間 要你去翻譯 你不懂的英文或什麼 但是我對英文 還是一敲又不通的人 那我當他就很糗 而且這不是我分類的事情 有時候就想下班啊 突然又有事要做 就 對啊就趕著下班了 有時候他會要求你 找他們自己需要的國外資訊 就是超出我們一般分類的 上班分類的工作 我有遇過就是我的主管啊 他就是臨時給我一張照片 然後有女生的合照 然後他就請我就是去 調查那個身家 那女生的身家背景 然後請我就是 要到那個女生的電話 然後想要認識他 就始於是中性秀的範圍囉 對啊 天啊 沒想到秘書還要做 拉皮條的工作 真的 蛤 對 我沒有遇過這種 就是老闆喜歡交代任務的 他是業務部門的 其實平常就是開發客戶啊 就是跑業務 但是老闆呢就覺得說 反正有什麼瑣事 也叫業務部員工去做好了 就有一次呢他老闆的那個 然後就問底下的人說 你們知道哪裡有那個 修摔 摔破的 但是要便宜一點的 然後人家就給他報價 五千啊或三千啊 他就說 你們要把我手機螢幕修好 但是我的預算就只有一千五 類似這樣 但是就是員工做不到 所以就變成說多的錢 因為大家怕被罵 就幫老闆修好之後 天啊 貼錢啊 對 或者是他老闆想要買行車紀錄器 然後就叫業務部門說 你們去幫我比價 比哪一台的CP值最好 去幫我買行車紀錄器 就是會有一些奇怪的事情 跟公司業務無關的 就是算私人的事情就對了 對 這是他私人事情了 阿丁如果這個狀況發生在你身上 你會拒絕嗎 怎麼拒絕 很難講啊 在台灣 你有拒絕過嗎 沒有 在台灣就比較不會拒絕 真的 所以如果在瑞典你就會拒絕 會會會會 在瑞典 因為在瑞典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但是如果在瑞典你拒絕 你會怎麼說 怎麼說 你會跟老闆說 不行我晚上的事情 應該是類似的啦 而且其實我是覺得 他們應該比較不會邀請 他們就比較會問 幫忙的方式吧 對 如果你是覺得你是可以幫忙的話 那你當然就可以幫忙 可是如果你比如說 你有別的事 你是可以 沒有多想的就是說不好意思 因為有別的事 然後都是OK 那理解 那你有碰過老闆請你幫忙的嗎 在台灣 我本來 怎麼覺得不意外 因為以前的公 就另外一個以前的公司 我在那邊工作的 我是就是國外部的業務 那我就是負責 就是跟國外的客戶聯絡 然後做一些這種業務的事情 可是因為老闆知道我 有日文的能力 他就邀請我說 我們這個公司的DM 很厚 很厚的DM 不行 你為什麼會讓他知道你會日文 這個當初就已經有說過 在面試什麼都會看到 你有什麼能力什麼的 他把DM給你之後 你突然說 這太難了 我忘記日文了 對啊 對啊 可是又不行吧 因為他就是要說 而且他也不是說 你可不可以幫忙 他就說 你要做這個 那雖然這個 當初不是在我的工作內容 是寫下 我們沒有談好這樣子 可是我也沒辦法去 我一定要做 所以除了我一般的工作之外 我還要發 因為翻譯這件事情 好多的信息放在這邊 對 這個就造成我 會影響到我所有後面的工作 然後因為 後面的工作是什麼 派對 不是 我是說正常的工作 我的業務工作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 可能我的一般的工作 沒有做到完美嘛 然後因為 反而這樣子會被罵 我發現只有台灣跟日本 你們是這樣子做嘛 你看 對 法國啊 巴西什麼 我們在那個地方啊 就是我們有什麼工作要做的話 我們如果下班的時候 一定會交錢 應該是 因為我們是工作 一定是什麼工作 什麼世衛 你做什麼工作 都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 OK 那如果 費丹妮現在是老闆 對 如果你要求員工加班 在台灣 你的員工是台灣人 對 你會給他加班費嗎 一定的 一定會 你都... 真的啦 真的嗎 你剛剛怎麼... 一定的 你有遊戲了 真的會... 真的會 因為我是... 如果老闆跟我 需要這種的幫忙 我也是希望 他會給我一個優惠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需要別人 來幫忙的話 就是也是請他 如果... 反正說如果是好朋友的話 他可能就是可以幫我做的 對 這只是假設性的問題啦 比利時咧 太可憐了吧 我們跟瑞典跟巴西 我覺得跟所有非台灣 日本的區域一樣 我們也... 就是工作一定要收錢嘛 這是很邏輯的事 所以我來到台灣 我也就是要適應一下 因為好像這邊的老闆 真的很喜歡 你快要下班的時候 就說 不好意思喔 你可以幫我做這件事嗎 然後就是 我真的受不了那種不好意思了 根本不是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明明知道 他們會叫你做一件事嘛 那你可不可以 比如說你三點的時候 你沒事情做 你五點要下班 你三點就問老闆 老闆請問你今天有不好意思 有什麼事要給我做嗎 沒有 因為他們也滿隨意的嘛 他們就是 突然這個東西 誰的 他 然後他就是會選你的嘛 像譬如說 上一次我剛進公司 然後 然後 我覺得我是那種很努力 我也想 表現很好 所以 我快下班的時候 老闆說 泰山 你可以幫我把這個招牌的東西 掛在我們二樓的那個 外面的門那邊嗎 你掛招牌 你知道那種很大很亮亮的那種東西 應該會給他P子吧 然後就說 當然啊 但是突然在想 我好像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 招牌不是一種技術 對啊 是啊 還有道具啊 對 沒錯 我以為是扁鵝 所以他叫我去找一個蹄子啊 然後很多那種膠帶的東西 還有那個鞋子 膠帶 對啊 因為就是要 這麼節省的 你要先對齊位置 固定位置 對 沒錯 然後 所以我第一 我要花好久去找那個蹄子 那個膠帶 所有的工具嘛 然後我還是有開始想辦法 怎麼把它弄起來嘛 所以就是想想想 結果就是 有一個阿伯他經過說 你知道我怎麼做嗎 然後他就是幫我做 但是我們在一起 還是花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真的誇張 所以我原本 也就是要去休息嘛 下班要休息是不是 但沒有啊 就是 好好掛那個 糟糕的那個招牌嘛 而且我想要 我必須要講這個重點 因為我覺得台灣還有日本 你們不懂這個重點 因為 因為 休息的時間是非常重要 費丹尼好重視休息 真的啦 他們只是有休息 很重要耶 因為如果你太累的話 你要做的事情 你都做得不好 可是費丹尼 我想要請問一下 你上班的時候累什麼呢 好累 好累 好笑容耶 好累 好累 每天很早起床呢 我在有一家公司 是做設計的部門 那有一天就是已經 工作量已經加班中了 然後老闆突然 突然跟我說一句 你能不能幫我 幫他的女兒設計一個衣服 因為我那時候還在加班 然後他說 他女兒要參加一個 基督教會的活動 然後要設計衣服 然後 就那一天我加班 還是幫他花了大概四到五個小時 完成那個女活的 是台灣還在嗎 在台灣 對 四五個小時了 他聽說那個女兒 從此再也沒有去過教會 可是我覺得確實 類似這種事在台灣 真的滿常發生 就像我們去化妝 最基本就是 只是 妳可以幫忙梳一下嗎 妳不會發髮型師嗎 對 我還有聽過那種新秘啊 新娘秘書就畫新娘嘛 一下說 妳可以幫我媽畫一下嗎 對 這是很基本的 我的岳母 我的姐姐 我的阿姨 到最後全家都給她畫 我以前 你知道我以前最討厭 最討厭女迷新教學 叫我幫忙做什麼 什麼 妳可以幫我準備小可愛嗎 妳不會自己買喔 那個貼身的耶 對啊 還有妳絲襪可以幫我準備嗎 這妳不能自己買嗎 對啊 這個就跟我們下一個話題有關係囉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話題是什麼呢 下面一個是 工作夥伴同事下屬大出包 來開始等一下 因為可能她今天做了什麼 例如說售後服務沒有很好啊 或是說 害客人沒有有很好的品質的話 那可能她 客人之後來找我 她沒有上班 那我就要幫她處理這些 很煩人的後事 我本身是造型疏離 如果在拍片的時候 忘了帶東西 就會非常嚴重 她出包為什麼要幫她扛責任 不怕神樣對手 只怕豬隊友 合作廠商她就沒有辦法按照 所以那一天就超級吞承 因為手是一個混重 如果自己事情做完 結果 無緣無故被同事拖到的 害到的話 會覺得蠻冤枉的 明明是同事而錯 可是卻害到我 就很倒楣 新同事或者是 就是比較不清楚狀況 然後可能會影響到公司 有時候可能需要賠錢啊 或者是什麼就比較麻煩 老鳥出包的話 如果要菜鳥扛的話 應該會壓力會很大 我真的有通過那種工作夥伴 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她說 就有一次定妝 就跟她說了 我剛剛懷孕 然後我大概幾公斤 然後我是穿S的尺寸 然後來定妝的時候 我整個傻眼 她自作主張幫我借Medium 她就說 因為我覺得你已經懷孕三個月 肯定胖了 這個我必須講 因為我必須以造型師的身分 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真的收到太多假資料 很多假資料 尤其很多女明星 她會謊報自己的體重 是不是 謊報自己的身材 因為她想要讓別人覺得她很瘦 那你知道我們就已經下意識的 就是明明看她 我明明上一次碰到她 沒有那麼高 可是她來的數字 你知道我有一次收到一個定妝表 所有的男明星 就是不管是有名的沒名的 她的身高都是184 但是妳明明站一排是這樣 我有碰過身高只有176的 然後有 可是每一天她都 她每一天都報181 然後有一天她沒有穿球鞋來 就是整個176 因為她的球鞋裡面 是含增高墊5公分 她每一天都穿升高墊 這都是現在都是基本的 我已經習以為常了 剛剛笑笑語那個 除此之外呢 我覺得有時候同事出包害到我 有一次我遇到 真的也是印象很深刻 我以前有經紀公司的時候 就剛好那天 我本來的助理請假 所以經紀公司 就派了一個新人帶著我 然後那一天去拍的時候 剛好那一場戲 就是要拍偷哭的那一場 所以大家都是很近很近的 就是在拍那個戲 所有燈光啊 攝影 我們在宜蘭那邊拍 就突然聽到樓梯那邊就 很大聲的聲音 原來 結果是公司請了那個新的助理 就在一片寂靜的片場 然後把那個花瓶打破了 但是這有個很大的困擾 就是花瓶要聯繫 就是我一剛開始走過去 的時候花瓶明明是好的 但是我過幾秒 我們要過去拍花瓶已經破了 但是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道具組已經要瘋掉了 就發現大家都在那邊黏 沒有 是很碎 然後我們不在台北拍 而且你不可能 就是買到一模一樣的花瓶 那很簡單 那你 就把前面那一個鏡頭重拍啊 所以後來前面是好幾 大概有0.5頁值了 怎麼講 就重拍那邊怎麼辦 就是很大場 所以就很麻煩 然後那時候我還要代替 就是這個新的助理 去跟道具組 然後導演組 全部的人說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公司新來 他不知道坐在這邊旁邊有花瓶 他坐在樓梯 我之前有一次還碰到我們錄完影 都已經走了 我已經離開攝影棚 叫我們回去 為什麼 真的 我已經坐上車開車離開囉 叫我們回去 重路 整機重路 最麻煩的境界是 就是如果你正在一個公司工作 大概七八個月嘛 結果就一個新的同事來 進來嘛對不對 這個新的同事還不了解 要怎麼做 比如說我以前還在巴西的時候 大概七年前 我在一個公司工作 那這個公司做的東西 就是做APP 突然一個客戶有打電話 開始跟我們說 我們這個APP最近有什麼問題 我沒辦法可以打進去這個資料什麼 結果呢 這個同事 新的同事開始叫這個客戶嘛 一直叫 一直叫 過了兩個小時 這個客戶又打來了 他打電話 給那個新的同事很生氣 開始罵他 說為什麼你教我做這個東西 我打進去的資料都是打錯的 打錯的地方嘛對不對 然後那個同事就一直害怕 不知道怎麼辦嘛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經驗 然後他就看著我 然後說 費德尼你可以幫忙嗎 我不知道這個要怎麼阻力這樣子 然後說哇賽 你要給我麻煩嘛對不對 那也是沒辦法 因為他是新的 新的嘛 沒有經驗 所以我來幫忙 他就是跟那個客戶講 不好意思 那個剛剛是新的同事 講錯了 然後講錯了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還是 新的同事真的很麻煩 但我覺得新的同事還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些 在那個公司比你久的人 他們適合不應該發出 類似的問題嗎 對 像比如說 我現在在旅遊行業上班 然後最近在那個台北小巨蛋 有一個很大的那種旅展 旅展嘛 對 然後我們是第一次參加 所以我們要準備很多東西 結果咧 我們就是那個旅展快開始 所以正式的開幕 前一個小時 我在看一下所有的DM 然後我發現 好像這邊有一個價錢是 是錯我的 是 完全是錯我的 但是這是一個同事 就是一個 算是長輩的弄的 然後他又不在 他不在那個旅展 他在美國出差 所以他造成很大的困擾 然後我突然開始想 天啊等一下就是 一個小時之內那個 旅展快要開始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所以我說 主管 主管 我有 我有辦法 我們現在趕快去某一個 Copy Center 或者就是趕快印出來 很多很多新的 然後我就說 不行 這邊有一支筆 然後他教我 用手 用筆 去改 但是你知道嗎 DM的那一支那麼厚 天啊 拜託 一個小時改不完 所以我們總共是 後來我們是 十個人一起 瘋狂的就是改一改 超級醜 天啊 第一是以前的同事 害我 還有我的主管也是 拜託 發什麼事耶 全世界都害你 也這樣子 全世界拿到那張DM的人 都說你們改過價錢嗎 對啊 對啊 超不爽 爆炸很嚴重 各位 重點來了 賴輪佐要說話囉 沒有 他說節目到現在 還沒有說過一句話喔 會不會他不說話 反而比較好呢 你們聽好看 就知道 以前的時候 我們出拍照一個 時尚秀 所以我有一個新的修理 它是我的朋友 可是他真的還合作 他真的還合作 所以我每天怕 因為我怕他來太多 然後有一天來我的 我們出拍照這個時尚秀 他來 我問一問 你OK今天 你沒有 昨天你沒有喝酒 他說 沒有...昨天沒有喝酒 沒有酒 OK...你出工作 然後大概30分鐘 我的客人來了 你的修理 有點... 壞壞的 為什麼 有點奇怪的味道 OK... 所以我去那邊 昨天你有喝酒嗎 我沒有... 但是那邊 一杯咖啡 我真的沒有 我剛剛起來 那個杯子給我 那個杯子的咖啡 有一般咖啡一般威士忌 所以有時候 真的這樣子沒辦法 因為我們是外國人 所以真的 很簡單 他們是外國人 是一樣的 都喜歡喝酒 這個好像馬丁喔 鄭嘉宇這個比較像你 不是啦 不是啦 他這個不夠咖啡 但你是整杯都是酒 他是拉丁奴 來 我們來看第二個是什麼呢 是的 第二個 同事臨時請假或離職 這個也是很麻煩喔 我們來看這一段影片 因為像我在服飾店工作 如果同事突然請假的話 點貨啊 進貨的衣服 全部都要我來摺耶 而且飾品有一些是他在收的 然後客人要買 我又找不到 客人就會一直等很久 所以 拜託同事可以不要再請假了嗎 我很困擾 工作夥伴就是配合很久 大家都有默契 然後臨時要找新夥伴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個默契這樣子 很多都是那種 今天跟你嘻嘻哈哈 然後明天突然就聯絡不上了 然後可能電話還是空號吧 這種程度 就是一種武功密集 被偷走的概念 就是不知道 哪間公司派來的商業間諜 這真的滿滿的 真的 尤其如果是Live節目 遇到這種你真的會瘋掉 像在購物台 我們是一個節目接一個節目嘛 對 有的主持人他就會習慣就是 節目快到了他才進攝影棚 就是譬如說他是10點的節目 他可能9點50分進攝影棚看資料 但是呢我就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我是他下面一檔的主持人 我剛坐下來打頂 那個製作人就跑下來 他說 余翰... 你上去頂... 我說頂什麼 他說那個主持人 他好像在路上什麼延遲了 還是什麼車禍了什麼 來不及來 你先上 我說 製作人我只有打底耶 就整張臉是白的嘛 顏色都還沒有上啊 賣什麼 而且我跟你講賣什麼 我像我的常常在賣的是 美容保養品或珠寶 這個東西其實不準備 我上去看資料我也能賣 但是它是3C 哇 你知道3C對我們這種 就是3C白色來講 所以是絲容遲到 不是... 你很壞 不是... 然後呢我就被叫上去 然後是電腦 你知道電腦有什麼幾RAM 什麼多少RAM 多少G什麼 什麼的 我跟你講 而且它很多的專有名詞是 哇塞 對... 對 然後呢 我就說怎麼辦 製作人說沒關係... 妳待會兒就問問題就好了 我說可是我要問他什麼 因為那個東西我也沒開會 就是就算我不懂 妳讓我時間準備 我們上去一定要 所以它那個也沒有大字報 也沒有RAM 沒有啊 公務台 公務台東西做過 妳頂多就幾張字卡吧 而且妳等一下8點是不是要錄 我有點緊張 妳等一下會不會害別的主持人 沒關係 我是來賓主持人 他可以自己啊 所以你知道那個3C很麻煩的就是 它的東西就是完全喔 之所以說 譬如說那個廠商講說 今天我們加送100G的硬碟 我說 喔 100G 很大嗎 妳真的 那廠商說 宇媛很大 我說哇 這也適合有另外一種效果 真的嗎 真的啊 不懂的人哇 很大啊 對啊 就是不懂的人看我這樣 結果不好意思 那一檔呢 成績尚渴 就是還可以 就像妳講的 可能真的有人 外驚喜 不懂電腦 但是 她就聽我講說 那宇安也不懂 這個東西好像還不錯 大家看我平常 現在上節目可以講那麼多話 就是因為我以前 早年做一個 某Live的娛樂新聞 然後我們當時的主持人 那個常常出外景 到天涯海角回不來 時間一到 我就要自己穿上衣服 突然被推出去 當娛樂主播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那時候我們就說 有一次就是很臨時說 那現在也發不到人了 這要加錢吧 那明川 妳平常講話也滿厘俠齒的 妳要不要今天準備衣服 自己穿一穿 就先上去頂一下 我說 喔 好 我就上去 所以妳就這樣出道了 我就這樣莫名的出道 而且有一次 我還記得也是一樣 主持人又到天涯海角 我回不來了 然後一樣就說 明川 準備好 我說好 然後那天又是一個 重大的狀況 他說我們在臨時 Call一個人來 而那個人 大概我們是六點Live 大概五點四十分 這個人出現了 你一定忘記這件事對不對 而且那時候因為 怎麼會找到這個人的 沒有 他們就是通告每個人打 就是說你找你熟的 然後那天我們那個通告 就是熟的 找了六月 然後六月那時候 就在心意區 我們攝影棚就在心意區 他就五點四十分 從星光三月走到攝影棚 自己穿他自己的T恤 牛仔褲化好裝 就跟我一起OnLive了 好 他一般出門不化妝的 還要給你算到了 我大學的時候 在一個格物餐廳工作 就在法國格物餐廳 就是那種餐廳 你有 你先吃飯 一邊吃飯 一邊有一個鎖 一個鎖是唱歌跟跳舞 那種Moulin Rouge 你知道嗎 類似像紅模仿 紅模仿 對這樣子 然後那個餐廳都是 很多年輕人都會來 就是舉辦 生日或是男生派對 然後平常都是 吃飯之前我們有一個舞男 就是男生或是女生都會來 然後給一個 一個striptease 給那個男生或是女生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那個客戶都有來 都在椅子椅子桌下 都準備吃飯 然後可是我們的 舞男還沒來 然後那個老闆很緊張 然後很緊張 因為他大概30分鐘遲到 那可是我們的 等一下就說 我們沒辦法延遲 所以那個老闆一直緊張 他說法比歐你要幫我 我說要幫你什麼 然後因為我們的舞男沒有來 我說那我沒辦法 真的這個我沒辦法 因為這突然啊 我真的 而且都是很年輕啊 很年輕的人 然後我說我們需要找一個方法 可以就是讓那個世界 比較什麼說 比較順利啊 順利 因為那個女生都在等啊 我說好 那那個女主角的朋友 都有用一副蓋 怎麼說 眼罩 對 她的眼睛 然後放在那個stage上面 然後我那時候必須要去那個stage 然後躺著那個... 吧台上 對 舞台上 在那個沙發上 然後他們又放 鹽巴 提拉 檸檬 然後大概有10分鐘 那個女生一直喝 一直喝酒在我的身上 這個正常的啊 然後就那個舞難 結果終於到了 就給她一個手 可是那個舞難 就那個時候以後就離開了 可是我在上班當服務生 所以就是從晚上8點到12點 那個客人都跟我笑 然後都跟我拍照 然後就說 欸 我可以喝嗎 我也可以喝嗎 就這樣 很尷尬 好